比方讲陈工博就是在那个时候 是在广州成立一个党支部 这个是开山 就是说就创办人 史创股东之一 那李世群是后来才加入 这个当时这个地方上海 举行一大的时候 陈工博是代表广州而出席的 所以呢这个有这个辈分的问题 那您怎么看待陈工博 这个人这个他 他最后的时候是气壮于牛 使我大吃一惊了 一般来讲汉奸都是被老百姓认为 这是肯定是害怕的 对不对 胆小了 但是这些汉奸后来被判刑的时候 取决之前好像一个一个都是 胆是故人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陈工博在国民党里 就本来他当过实业部长 是汪精卫那个派系 就是说扎堆 他扎到汪精卫那边 但是他这个人还是有分寸的 他极力反对这个汪精卫 到南京去走府的 这个抗战爆发以后 汪精卫跟日本的暗中交涉谈判 然后呢就出走河内 然后到1940年3月到南京主府 那么当初陈工博一直留在香港 他急不赞成 他认为你这种投日啊 太不明智 但是汪精卫 闲店交辞 说我没有人手 我现在呢 无论如何 你要这个 尽老朋友的道义啊 你来帮我啊 所以呢 这个陈工博啊 没办法 真是出于那种念旧 交情去帮他一把 当然他后来在那个回忆录 叫苦笑录里头 当然会自己为自己开脱 说我本来我完全是为了这个啊 这是为了私人的交情 我怎么千方百计劝他 这个不要了 说这个危险啊 但是他不要听啊 但是呢 我要尽义气 他是这么说 当然人都死了这么久啊 他当时的动机 到底也有没有啊 想逃个官来做这种成分 因为你王精卫既然跑到南京 他是王系的人 你继续留在国民政府 在蒋介石那边呢 也没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 什么好果子吃 所以呢 他就去南京 他就南京追随了这个王精卫 所以我认为 就这些人来说 这帮人成功博算是 比较我不能说是冤枉 因为你实际是触犯了 中华民国国法 我觉得这个人是 如果说求卖国求农呢 他的成分比较低 他尽义气 个人的私交 这个成分高 但是也不能说 这个意识足成千古恨 在战争里头 敌果分离 他是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他后来的这个被取决之情 那一番话 不知道您看过这样的资料吧 我还是特别的吃惊 为什么他们那么的 好像很勇敢的样子 视死如归啊 那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吧 他这个人文修养总是有一定的 他当初也会 也给这个蒋介石写过信求情 但是遭到拒绝以后啊 他都想着成那个定局 应该这么说 这个成功博是个 还是个读书人出身 对不对 他是留学美国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 这种人呢 我不能够说这种有风骨 还是比较有修养 既然 既然都死路一条 你就给这个历史留个好名声 不像其他的 有些什么林伯生啊 这些呢 就在这个形状上表现的比较 贪生怕死 但是有几个什么 楚明仪啊 梁洪志啊 像陈公国啊 他的人们修养比较强 他比较坚强啊 这个当时在这个南京受审的时候 也是夸夸而谈 他跟陈鼻君的观点一样 就是说我没有出卖 王政府没有出卖过 没有丢失过一寸土地 土地都是李蒋介石 且战且退丢失的 所以他不构成卖国 也无国可卖 但是你在这个 日本在八年战争 残杀这么多中国人 残杀这么多的军队 这个大前提下来 去跟他合作 这个在现代的 任何一个文明国家 这个是不容许的 我会说 这个是不容许的